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 很多人比較不需要煮食 或是因為要煮一道東西 油煙很多 你知道 油煙不然氣味不好 對我們的身體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要作一道好的料理 想要吃幾道菜 油煙這麼多都不太好吃 今天有一個方法 讓我們可以很優雅 而且可以很輕鬆 用這個料理做得好 讓大家吃 自己也能好好享受 是什麼人要來跟我們分享呢 我們歡迎這位 真的是好媳婦、好媽媽 好太太林姿佑 以及我們的生計飲食專家 王明詠先生 歡迎二位 我是健康媽媽林姿佑 我是生計飲食專家王明詠 今天要與美鳳約什麼呢 全能好鍋煮美食 讓你吃盡健康而活力哦 美鳳姐 美鳳姐 剛剛我好像聽到什麼送送機 送飛機啦 送飛機 說它有一套衣服跟它很像 沒有,我沒有是姿佑姐 你們是姿佑姐 他們說我是 郭界的送飛機 對 我是覺得這樣說起來不好意思 送飛機 我是比較漂亮 是 對 我是料理界的送送機 所以昨天穿這首來 今天要來煮健康的好料理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跟你講 你們穿這樣 這樣整個質感都不一樣 是啊 真的 作料理其實也可以很優雅 對 然後也是一種享受 對 兩位要作什麼料理 我來作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常常說 穿西裝打領帶 台北風就比較優雅一點 好押韻哦 好押韻對不對 所以標示很簡單 我們男人 很簡單 而且我這是 真的 我來煮一個 我們現在適合這種秋冬 差不多清補一下 這是 素神湯 那我要來作的是 水煮食井蔬菜 還有就是 黑豆豬腳的食材有 黑豆拌碗 黃豆拌碗 豬腳八百公克 辣椒兩根 薑八片 青蔥三根 黑麥汁三百五十CC 養生素神湯的食材有 超藝人五十克 鹽子一百克 鹽子一百克 茯苓五十克 芡食五十克 黃玉米一根 杏鮑菇兩根 水煮食井蔬菜的食材有 馬鈴薯一個 胡蘿蔔四分之一個 南瓜五十克 綠花椰菜四分之一個 香煎雞排食蔬的食材有 去骨雞腿肉一片 洋蔥半個 胡蘿蔔半條 紅椒一個 黃椒一個 媽媽如果看來滷豬腳 人家說 好像要創很久 對 今天你看我穿水中 今天就要煮了 來,簡單看看 是 而且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個 零秒鍋的 很簡單 我們才把它放下去 是 把它蓋開 因為 阿辰一片一片 這樣把它關起來就好了 很感動不 阿辰吃這個豬腳 有 有看 那我們就這個火把它開一下 對 對,火開下去 這個不選鍋 看你是要電磁爐 或什麼金剛爐 或瓦斯爐都可以 對,因為這個零秒鍋 是不挑爐具的 所以如果你們家是微精爐 黑精爐 辣椎都OK 對 方便 你看我蔥 蔥段大大的切幾個 三、四支 薑片來放一整塊 把它剝下去就好了 而且它到現在都 美鳳姐應該很喜歡看 滷豬腳穿洗衣服 對啊 所以我覺得男人下廚 感覺就是很好看 對,很簡單 那是要用到一個好鍋 如果一個普通的鍋子 在那裡也會噴到大家都是 我們就把... 你看他現在 滷豬腳要怎麼放嗎 洗一洗 也不用特別泡 來,我們就把它鋪下去 一樣 主角,來 就把它一直... 就這樣子 這個可以洗乾淨 要先汆燙一下 汆燙一下就可以用了 沒有一個現 所以我今天這個是黑三寶 我是黑豬腳 你這個就是太容易了 對啊 好容易哦 所以你跟我說他做什麼 大家把東西放進去 我剛剛在說話 好,他現在放進去 我們也要吃就說 做出來真的好吃、好吃 這很重要 口感跟香氣 等一下騙不了人 我們就可以把火開得最大 好哦 開得最大 我們就把這個黑麥汁 給它倒下去 大概就是一般外面一罐 這樣三百五十CC 要把它倒進去 所以三百五十CC的水就夠了 對 那其實醬油我們就可以... 因為還是要一點鹹 對 那我們就用一點 醬油就可以稍微少一點 一般如果你用的就可以減半 對啦 我們就可以這樣倒進去 大概三湯匙 好 加一點點的米酒 好,一點點 讓它去一點腥味 好 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 把這個這樣 好 一般我們的水分 因為如果你水不夠 可以再一點點稍微蓋到 稍微蓋到就可以了 稍微碰到 因為你要讓食材碰到 好 所以因為它這個 你要靠它的壓力 把它蓋住它 對,因為它... 你放多少的水煮進去 它這個裡面的鍋煮出來 它還是原來的那些水 沒錯 它也都不會蒸發掉 也不會揮發掉 好 原汁原味都在裡面 蓋下去 簡單的 其實看它不是很大 可是它還挺能裝的 它比較輕 所以它其實 煮一些那種燉補的東西 其實就很實用 甚至於你可以一鍋兩菜 對,你看 這個兩... 就適用的 對,這樣跟美鳳姐 對,這兩個手指這樣 很優雅 很輕鬆 而且它的蓮花池 天啊,飄鋼 因為它這個的鍋蓋 它做得也是很厚重、很紮實 所以它的密額度很好 對 所以日本人做事就很認真 這是有用的 這就不要菜味道了 就不用把它 四層湯一樣 我們基本的材料有沒有 像這個 那個藝人 紅藝人 現在真的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對 藝人 對,大概一小碗 洗乾淨 對,洗乾淨 那這個都洗乾淨了 蓮池也是洗乾淨 那如果一般你在家用燉 如果... 秀姐應該知道 如果它是那種乾的 你一定要泡 要泡開 很久的 對 要用燉,要燉很久 我用電鍋把它切兩次 沒時間你就用蒸 其實不用 像我這個洗乾淨 稍微水泡一下 是哦 我就一樣把它倒進去 芡池也是一樣 稍微泡水 我們這個都大概 都半碗,各半碗 我今天用這個鍋來煮 有好處就是我用煮濃縮版的 你要吃的時候 再加熱水或高湯把它稀釋一下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這樣子 對 這個芡池也是大概... 大概三十克幾片 這個茯苓 這個是茯苓 好,沒有肉對不對 對 所以我的這個... 素食的肉 要甘甜 這是杏鮑菇 杏鮑菇 一支的玉米 現在有那個玉米是水果玉米 是 那個燉湯超甜的 燉湯其實就很好吃了 好,然後再加... 加一碗的米酒 是 一碗的米酒把它倒進去 像以前大家很怕這種壓力 我都覺得煮出來的東西 沒說很好吃、沒滷味 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那就是因為 你的鍋子不夠好食 它的受熱不夠均勻 蜜合度不夠 所以有時候你東西會暖 不好吃、沒香 一個鍋子好就是 它的五層的一個鋼材 要很平均 蜜合度要夠 然後 燉煮出來 東西會香、又好吃 又有味道 對,不然以前用壓力鍋最怕的 啪 你啪下去 對啦 被夾火就是... 啪到你媽媽心情就嚇到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誰問他 他都會很興奮 對 趙遇症都會嚇到 沒有,他會怕 因為他有那個香 搞得他自己很害怕 沒錯 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一個零秒鍋 因為它節省我六分之一的 一個作菜時間 好,現在就換你了 這個叫作我們的一個全能鍋 它無油 然後無水也可以 然後還可以烤蛋糕 它很驕傲的,你知道嗎 所以它全能鍋 是哦 全能媽媽就可以用這個全能鍋 我現在已經把火打開了 我現在要來作這個蔬菜 其實美鳳姐 我現在有時候早上 我真的就會作這樣的一個蔬菜 就很方便 早上放的就這樣放一放 也不用什麼放香 好像是原食材 對 但食材選得好 這是最重要 對 那就是看你想要吃什麼樣的一個食材 我們把火打開 打開囉 好 然後我們把這些水放進去 其實因為我沒有放很多食材 好的,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吃南瓜,你放南瓜 如果你想吃地瓜 也可以 對,放地瓜也可以 也可以 對 芋頭 根莖類的 山藥也都可以 都OK 這個時候如果不要菜味 你就讓它稍微蒸 我早上都很喜歡吃煎雞腿 就這樣子煎 早上就要吃雞腿嗎 你怎麼煎我 我看看你的方法 就這樣放下去煎就好 你們等熱鍋或幹嘛 其實不用耶 我就全能了 我們這個鍋子就全能了 全能 你要記得 這倒是 對 因為你雞皮往下放 我們就讓雞自己的油脂跑出來 這就是天然的動物性脂肪 就跟食材借油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剛剛他們在放那個 沒有放什麼油 所以沒有油煙的困擾 對 然後那個開始 好像... 好像你看這個蒸氣很快 它就這樣出來了 對,它的導熱性是非常快 因為它這個鍋子 外面是一體成型的 對 它一體成型 然後它的厚度又夠 它裡面有四層的不沾 所以我不用放油 你看 我把它放下去 現在雞肉 這塊雞腿 其實它雞腿的皮是很薄的 它自己就會出油出來了 然後它的一個 蓋子的密合度又好 所以它整個的一圈起來 它到上面的厚度都一樣厚 所以它受熱很均勻 你的那個雞排的那個油 對 它自己跑出來啊 你看它剛剛都沒有放油耶 對啊,我小力 對啊 減少了至少百分之二十的油脂 減少一點 然後你一定要把油逼出來 逼出來之後你再來冰冰 因為這個時候冰冰才會焦焦 你知道嗎 其實它也沒有噴到中間 就是我自己很害怕 因為我的 鍋身夠厚 而且夠高 對,是我自己太怕 你如果很害怕 你就把它蓋過了 對 蓋過,我也蓋過 其實蓋過,我試過 你如果一邊... 一邊給它用皮煎,有沒有 對 一邊這樣蓋過 滿粗味的哦 它一邊是煎的 一邊是蒸的 是哦 對 它也有粗味的 會裡面會比較嫩 比較嫩,對 裡面會比較嫩 對 我們兩個 你看,一人兩道 好輕鬆哦 很快 但是上菜就整個鍋了 整個鍋了 輕鬆鬆 一家人就可以吃飯了 也沒看你這樣用到... 還是一直怎樣 都沒有耶 你看,我這個已經差不多 你看 美鳳姐,你聽 它其實已經開始... 它的卸壓法再開始卸壓了 它好像火車要來玩 對 你有看到那個小紅的小帽子 在那邊咬壁骨有沒有 這個時候 你就把它關到家裡的瓦斯爐 的爐心火 對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它沒有人家那種嗶嗶的 那種可怕的聲音 所以它的卸壓法其實是很OK的 好的 然後你看我們的一個雞腿 這個時候肯定是非常漂亮的 有刺嗎 漂亮嗎 我再把它煎一下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 就可以放那個... 我就會來炒一點我的洋蔥 就借它的油,你看 就不用再加油了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鍋子有個好處 它連做炸物 你來擠東西、擠豬街 你只要一公分的油就可以炸 不用太多油 不用 你也不猜你的油 你看,菜市場要炸完 一台再炸了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滾起來 一般我們也是一樣 可以關小火 關小火 讓它大概煮個五分鐘之後 再把火完全關掉 好 它這個壓力法 它這個都有一個 黃色的壓力法 對 它等一下 我們自己都會關掉以後 它慢慢會冷 它冷了 這個壓力法卸下去 它才可以打開 所以我現在也打不開 是安全裝置 就不能亂開了 裡面壓力很大 我懂 我們放在這個火 好啊 來,就吃個雞排 旁邊擺個一個食蔬這樣子 而且我們整個鍋子也不會很重 你知道嗎 不然人家以前買原汁原味 那種煮鐵鍋那種 那種應該不用放油、不用放水 煮出原味的問題 那種很重 是 然後你看我們鍋子裡面的油 還在這裡 你這些多的油 你就不要再吃進去了 所以它多的油脂 也不會到你的身上 好,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準備美鳳姐 你最喜歡的食物啊 我最喜歡的 你不是只喜歡雞腿 跟師叔,我知道了 你喜歡吃 是不是 我喜歡吃白飯 五股飯 我都喜歡 你都愛吃 我都喜歡 但是醋米飯要煮得好吃 來 這個已經煮好了 是 我們這個也是用這個 零秒鍋做的 零秒鍋做的 然後你... 這個壓力法已經掉下去了 這個 對,就是它在咬的時候 你也打不開 你要等它 那等它的壓力法 它自己... 這個就是蟹壓完成 它下去了 你才有辦法開 是 然後你就把它輕輕鬆鬆這樣打開 就不要太大壓力 是 我怕你讓你的糙米 又放了蛋黃豆 還有大豆液黃銅 滿滿的營養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這洞 它可以同樣 看到了 有一個洞,一個洞有沒有 這就像那種螃蟹的一個房子 這種洞有沒有 這有的 有的電鍋煮 沒辦法煮出來這樣 它這樣的一個蟹穴來講 日本人說這樣煮出來的飯是 什麼口感 它的阿法是最高的 這個很像以前鄉下 阿嬤用那種木... 用棗 用木頭蓋子去煮的那種 有沒有,煮火 真的哦 才會看到這個 你這麼老吃 我就吃到那種飯 我沒吃到 沒有,我小的 我聽到火 小的 我會... 我會炒火 我們待會兒煮的時候 我們現在先拿出來 是 待會兒就準備上菜了 對,我們就可以 趕快的上菜了 真的很快 很輕鬆 今天就作這麼多料理 你看 剛才鹹的、甜的都有了 對 飯也有了 再來飯 它還用什麼芝麻魚湯 芝麻魚啊 很快耶 鳳梁來的豆芝麻魚 超好吃的 而且我用這個零秒鍋 沾到骨頭 我說骨頭都浮起來了 現在是要喝湯嗎 對,先可以 鳳梁的素神湯 我們剛才這個素神湯 飯前先喝湯 這個一定要短短... 短短五、六分鐘而已 對啊,你看這個蓮子 整個都鬆了 那個藝人還是很Q 那個這個是什麼很Q 芊絲 芊絲很Q 這種盆開了,你看 很Q 好 這蓮子,你看,都捏不起來 都捏 你知道嗎 蓮子糊糊糊糊了 對,筷子這樣有嗎 斷了就都不起來了 其實我們剛才煮到現在 也很快啊 幾分鐘而已 我給鏡頭看一下 你看,你看 這樣 所以阿公牙口不好的也夠了 對 沒有夾牙的也可以 也OK啦 其實我現在 現在在吃這個 可是我眼睛其實一直都在看 我前面這個 看什麼 豬腳 豬腳這麼漂亮吧 我覺得豬腳 今天你很棒 明永告訴我們就是用那個 黑麥絲 不會那麼切 不用放太多的醬油 水很漂亮 對 觀眾朋友,你看 你看這個鏡頭拍又搶一搶滾 我沒有加冰糖 很多媽媽是說以前 大人家說放在冰糖 冰糖才會金 對,你看我沒有放 也是金絲絲的 是耶 這點我就熬了 豬腳很漂亮 這真的是 斷斷斷的 你看看這個 對啊,你看這一塊 膠原蛋白 斷斷斷的 Q吧 有Q 不用怕補不下去 在這裡 我們這個時間 真的省了六分 省了六分之一的時間 一般阿嬤真的要沾 真的要沾幾分鐘 如果你要再更軟 其實我覺得這樣可以耶 對,而且Q 要吃Q Q 你太軟了 阿嬤有的人吃到會怕 對 但是這個的Q度跟懶度 阿公OK 阿公,你看看 你看,改變一下 你看 這是鳳梨豆腐 這是四目魚 有,真的嗎 四目魚很多吃的耶 阿嬤說我很想吃 不過我很怕吃到那個吃的耶 也是軟骨 你看 分... 這個魚下去都軟了 都軟掉了嗎 你看,魚下去都分開了 整個骨頭都可以咬耶 對,骨頭都看 整個都糊掉耶 好香哦 整個都綿掉了 一般如果你說壓力鍋 很多媽媽其實都會怕危險 對啦 如果我沒有這個時間開會怕放 到底是怎麼吃 所以剛才的美容跟你說很清楚 它就是一個... 如果真的不夠可以打開 你也打不開 對 對,因為它有 安全裝置 是 因為它在七十年的歷史 在日本人已經... 七十年 它在日本是七十年了 而且人家他們這一個公司 它自己有醫學醫院的背景 所以它做這個鍋 不會到三十年 人家在日本 口耳相傳 這 你知道嗎 你看它兩個壓力法很可愛 它有紅的、有白 它都會給你哦 它都會給你 白很簡單 什麼時候用白 你煮白米 白米就是白 對 煮白飯你就用它的 它功能不一樣 然後你煮比白米還軟爛的 你就用它 比如說你要煮那種馬鈴薯 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用這個壓力法就可以了 但是你煮比米飯 還要硬的東西 豬腳 或者是燉羊肉爐 薑母鴨 排骨你就用這個 對,都用這個 或者是我剛才在這個豬腳 它兩個都會附給你 但它這個壓力法其實很可愛 他們的安全裝置也做得很好 他們有 台灣那種做的很多的壓力 不過頂多就是兩重 一個就是它自動泄壓 要不然就是強制 你要用它刺的 它才會死 強制泄壓 但是他們家有做到 五個地方的一個安全裝置 所以人家賣了三十年 然後也沒有什麼事故 而且人在日本 你知道日本人 他們要賣這麼多年 它所有的一個認證 日本全部都是經過合法的 而且都有拿到 你知道 連日本那個皇居 日本皇室在煮一家 也用這間鍋子 連馬丹娜那個廚子 人家也用這個鍋子 在作馬丹娜的一個食材 所以它的一個好用來講 可以讓大家都很放心 是啊 而且快速 你看我們現在在賬菜 方便 鹹了之後我來幫你們吃甜的 對 你知道我煮這個皇室 人家不用二十分鐘嗎 對嗎 我的紅豆 你先把它泡一下 我先泡一下 好 你隔天 你把它放在我們的火鍋鍋裡面 水放得剛剛好就好 然後你把它煮到它 這樣開始搖屁股的時候 我就關掉它 重點,你看哦 它是這樣一顆一顆分明哦 它是一顆一顆哦 它不是整個風氣哦 對,我煮一顆用鍋子煮哦 但是你知道嗎 它裡面它是... 有的是麵的哦 你看看有沒有 它煮開是麵的哦 你看用筷子煮一下 對,所以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去做生理 不要紅豆湯 這樣的賣香會比較好 對 剉冰 不要剉冰的,對 加煉奶的 就是要這樣一粒一粒 一般如果我們用明火一直滾 到後來會都開著 燙了,燙到燙了 就是要紅豆沙 不是紅豆湯 對,就會有這個問題 你這樣烤多久 一樣子我們就跳起來 搖搖搖 大概五分鐘 關掉 關掉它慢慢卸壓 對 等於是用燜的 其實壓力過的好處 就是靠裡面的壓力 跟餘溫 就節省瓦斯費 我跟你講 省瓦斯、省時間 等於屋子都不會硬蓬蓬 也不會有異味 最重要 你知道嗎 所以媽媽,我跟你講 煮菜要三好 就是煮的人好 有沒有 吃的人好 對 有沒有 環境也好 是啊 沒有油煙沖沖 沒有油煙沖沖 現在外面PM2.5怕死人 不好 現在媽媽肺炎又第三名 真的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 我們好的這個 全能鍋 零秒鍋 你看我們剛才這樣 穿西裝打領帶 五分鐘健康上菜 對啊 無油、掃油 無水也可以料理 而且你知道我們這道 來 可以進烤箱哦 因為它外面是 裡面是 四層的一個不沾 所以你整個拿去 烤蛋糕 烤麵包 它都不容易燒焦 然後又更香 然後我們的那一種 零秒鍋 是五層的一個 複合式的一個設計 也是一體層型的 它手工鑄造的 所以它的一個安全性 做到五重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吃出食物的原汁原味 不一定要技術 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我們有他們技術嗎 沒有耶 重點就是讓媽媽可以輕鬆 還吃到最健康、最好的料理 對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是作料理心的概念 而且跟大家分享 今天很謝謝兩位的光臨 謝謝你們跟我們分享 這麼棒的料理 其實我跟你講 我一邊講話很辛苦 為什麼 豬腳皮會黏脆脆 因為很香 很香 謝謝二位 謝謝 好 OK 北鳳有約